國際消息來看 以色列官方證實成功擊殺了哈馬斯領袖辛瓦 最後畫面也曝光 當時辛瓦其實疑似是手被擊中了 受傷了就躲在屋子裡面避難 這下哈馬斯等同團滅 法國總統馬克宏是馬上喊話 有必要結束軍事行動 同時呼籲趕快進行停火的談判 不過這次的行動 包含是美國總統拜登都說了 這對全世界來說都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只不過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這個時候 依舊說了人質沒獲釋之前 加薩戰爭不可能停下來 中東電視台接連突發快報 查布哈馬斯領袖辛瓦已證實身亡 以色列軍方也公布辛瓦死前最後一顆身影 直接他蒙著臉坐在椅子上 還抓了木棍試圖揮打無人機 但仍遭以色列坦克直接炮決 紐士更報導這次的拘殺行動 是受訓中的例行巡邏兵 在路上遇到辛瓦立了大功 辛瓦當時身上還有相當於 三、四萬台幣的現金 以色列陣火持續了一年 如今哈馬斯領導人辛瓦身亡 加上領導高層激進團滅 以色列境內也出現罕見的歡慶場面 然而面對法國總統馬克宏喊話 是時候該結束軍事行動 納坦雅虎強調他們的最終目標 是讓人質回家 加上哈馬斯總有寄院者出現 為了從此斷絕後患 以色列已停止處理 加薩地區商人的食品進口申請 嚴重阻礙該地區物資供應 導致230萬加薩難民挨餓度日 成為最嚴峻的人道危機 外媒分析坦言 辛瓦之死固然重創哈馬斯 但以哈戰爭要從此結束 恐怕沒這麼容易 在新聞 黃澄宜報導